给一个批判的角度看世界 给一个宽容的角度看他人 留一个舒服的角度看自己 你好 我是美国心理学学会的会员 黄国辉博士 想了解更多 你一定要听流连台 DurianFM.com 好 流连台投资和花照 我们回到天马行空节目现场 现场仍然是由我加码 还有我佑玄 还有我田静 我们讲到行动党上一个周末 它的代表大会刚刚结束 在马来西亚的明年方面 行动党算是一个主力 田静我想问你一下 你虽然还是个学生 你有听说过有行动党的存在吗 我懂民主行动党 应该是三个组合 三个组合 不 我单独谈行动党 你知道有民主行动党的存在吗 有 你有知道还有什么是 在华社里面所熟悉的政党 公正党 火箭 公正党 火箭 火箭是什么党 你说了没关系 你不用这样小声跟我说话 火箭 rocket rocket是什么党 宋头党 这个优权大哥 火箭是什么党 民主行动党 火箭是民主行动党 火箭是它的这个 可以说是这个 它的标志吧 一飞冲天的这个民主行动党 我觉得 我觉得民主行动党 可能不太重视这个校园政治 反而马华比较重视校园政治 也不一定 马华是渗透校园 但是不准别人渗透 也不一定 其实在这个大 这个校园政治呢 其实是马来的这一个 马来人的这一个政党 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政党呢 是比较活跃的 就像是刚过去这个校园选举呢 基本上是巫统 还有这个公正党 还有这一个回教党 是在主导的 所以马华在这一方面也是相当的弱 也是相当的弱 除了在拉曼学院跟拉曼大学 那是自己的地盘 自己的地盘 对不对 这是讲版都 好了 咱们就直接就来说新东党的这个代表大会 新东党这一次的在 在大选前来开这个代表大会 也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已经是一拖再拖了 已经到了这时间 所以要开 要开 要做一个党选 之前这个党选 其实老实说是风险是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党选 你看马华就没有选 对吧 武统也没有选 是 就是基本上没有哪一个党去做了一个选举 就敢在这个关键时刻 都准备在 过了大选之后再来再来选举 但是新东党没有 他我觉得这一点来讲 这个 当然新东党也受限于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党章 对吧 但是选举出来的情况呢 刚好符合了很多人的一个看法 而且最突出的一个看法 就是说谁的曝光力比较高 这基本上就选了这个谁 就是你一看完这20个这个选到中委里面的 几乎各个都是曝光力是非常高的 这个中委 当然有人就是更更进一步了 比如说他的这个获得的这个投票率就更高了 有的人就退后了 是 那行动党里面照你的这个观察 他这个在人世上面 有没有什么 类似于马华这种 有结派的这种 这种 这种情况出现 的确说句老实话 是凡是有这个人的地方 有利益存在的地方 基本上都会有这一个所谓的 这个派系的斗争 有这一个成情结队 就是结党 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出现 所以基本上行动党也是跑不掉 所以基本上我看这一次的这个党选 他还是以这个主流派 就是党所属役的这个人选 这个主流派是成功当选的比较多 而且看你所说的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有这一个官职的 或是已经是这个人民代议士的 州议员国会议员 所以相对的 他们的曝光率也比较高 也比较获得全国各地的 这一个行动党的这个党员所认识 所以他们当选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一个 那么同时呢 也可以看到 我必须要提一点的 就是相对于跟马华比较 行动党在这个扶植这个新人 还有引进这个新学 他的新陈代谢方面呢 是做得比马华强了 因为在这一次的当选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曝光率高 而且是有这个素质的 这个年轻的这个领袖 也成功获得这个认同 被投以一票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对于行动党来说是一个好事 你知道这个行动党在308之前 他大概只有党员7万 7万左右 对不对 但是308之后 在短短的三年 突然间暴震了 对不对 就翻了一番了 就来到了15万 15万的这种党员的成长率 说起来可能还不及马华 对吧 因为马华现在上次公布的是 110万来到 对对对 来到110万了 对吧 而且就是也是最近 也是成长迅速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华人社会里面 我就有点模糊了 就是华人社会里面 据说是这个反风挺强的 而且这个这个支持率 就是明年的支持率 来到七八十% 对吧 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进入了马华 又那么多人进入了这个行动党 到底到底是是怎么一个走向 其实我们一直在看 就是在身边的朋友 或是我们所接触的这个华人 基本上都是属于反对的 就是反风比较强的这个族群 我们可以这么说 但是在与此同时 我们也不排除 也是有人会加入这一个马华 因为当然是有一个东西 就是适合你 不一定是适合别人 可能别人认为说 马华还是他所要 可以实现他梦想 可能那个梦想 可能是自己的 有自己的议程 我们也不知道 这样子的这一个情况之下 他加入了马华 当然也是有存在的 那马华有什么梦想 可以让人家实现梦想的呢 我觉得非常多 就好像你加入行动党 当然也是有你个人的议程 你这所谓个人议程 可能是你要服务人民 这个是要实现这个民主议程 这个也是你的梦想 可能你要升官发财 所以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看到行动党 在短短的三年里面 难道加入行动党 就不存在这个想要升官发财的 也是有存在的这一个可能性 包括加入马华的 也是有想要升官发财的 也有 也有 想要就是趁他病的时候 就是突围而出 上这个升上去的也是有 那我们在线上呢 已经联络到了这个行动党 新任的全国组织秘书 也是这个森本兰亚沙区国会议员 YB 陆兆福 YB 陆兆福 Hello YB 你好 你好 那你们刚刚开完这个行动党的 这个代表大会 选出了新一届的这个中委 而且呢也任命了一些的这个中委 但是呢 这个普遍上 舆论上呢 我们我们听到的就是说 在行动党里面呢 就是分成了所谓的南派跟北派 而且你呢 被列为是南派的这个代表人物 你怎么看这个外界 对行动党的这么一种说法 其实没有所谓的南北派 如果你看我们的中中委 都是来自不同的州市 都有代表 那么这个是正常的 在每一个我们每者的当选 那么代表们呢都会选择一些不同的代表 来自不同的州 那么确保呢 我们在学过各地的代表性 都在中委有些代表 所以很正常的每一个州 有选到一些代表 可能有一些比较可能 如果他们代表不多的话 那么可能 有可能那些 那些候选人的那个 选进去的这个代表性 会比较比较少 那么如果你看南马 或是有罗佛 吴神豪 还有我本身 中选在这个中委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中委里面的 有一些人呢 就是进步很快 包括你在内 你现在是排名最靠前面的 当选的这个得票率很高的 这个领袖 那有一些领袖呢 就得票率呢 就跌下来了 你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我觉得这个是 因为第一 我们这个代表很近增加了 比较 所以2008年增加了两倍 那么以前我们的代表 不超过1000人 在2008年不超过1000人 这一届的代表 我们有2500多人 所以有一些代表都是新人 都是新党员 刚刚进来的 所以他们有可能 是看这个领袖 跑动的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我们的活跃 活跃的程度了 对对 因为有一些领袖 有可能他们过去 308过后呢 他们已经在 比如说在学州 在槟城 有一些担任了政府的 这个高官 或者新政议员 有可能他们跑动的 那个世界呢 比较少了 所以接触党员的 那个机会比较少了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可能是郭书清 他本身也都有说到 他那个世界有限 所以他跑动 和党员接触的 那个时间呢 有限 所以有可能有一些 代表新的党员 认识他比较 没有这么高 那么反而是 有其他的 我们比较跑动多的 比较多党员的 有可能那个 其中一个因素 这是一个因素 另外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之前我们看到 这个党的主席 卡巴欣 之前在开会之前 他说有可能 受到逼宫 但实际情况呢 他是得票 好像是第三高的 这个领袖 为什么就是说 有这种现象 他会有这种感觉 会被逼宫吗 我觉得这个也是 在外界一个谣言 没有所谓的逼宫他 也没有所谓 之前 那么这个 色情团改选过后 也是有一些评论 有一些猜测 说 所以有南马的这个实力 要反银 反银万银 因为 他的政治秘书 王伟毅 在这个色情团的改选 输给南马的陈宏丁 所以我们一路来走是否认 我们讲 这就是一个谣言 所以证明是没有 没有所谓 反银反加巴兵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因素在这里 在这个当选里面 所以很紧张 也是在 那么投票的这个过程 当投票的成绩 也是 进这处 加巴兵和 林冠林都是高标当选 对 这个高标当选 但是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在行动党 对外的时候 特别是 碰到这个 伊斯兰党 那个伊斯兰行事法的 这个课题的时候 卡巴兵每次都是 非常强硬的 这个态度来批评 这个伊斯兰党的 但行动党 其他的领袖呢 却没有 没有像卡巴兵 那么强硬的 这个态度 而且这种 强硬的态度呢 有的时候呢 又被某一些的 人呢 去质疑这个态度 就说 是不是这个时候 你来批评伊斯兰党 或者来批评伊斯兰行事法 好像不切实际 或者不是最重点 或者是给行动党去捣米了 这样子的一种 不顾大局的这样一种做法 但事实上呢 就卡巴兵呢 非常坚持他自己的 这个 这种做法 你怎么来看待这种 外界对卡巴兵的 这些 这些评论 首先我认为在党内 没有人质疑我们的 这个 自己的那个立场 每一个人 每一个行动党的领袖 都是非常坚持 我们 我们汉瑞 这个多元种族 多元的宗教 社会的一个 这个 这个立场 那么我们也坚持 马来西亚不是会教国 也不会坚持 也坚持 不会认同这个行政法 所以一路来 这个是我们的大原则 零多马不会放弃 这个这个大原则的 但是 只是 不同的领袖 有不同的方式 来表达我们的立场 来处理这个 这个问题 那么 卡巴兵是一个 一个专业的历史 他一个 constitutional lawyer 所以他 他发表的时候 很多时候 他是以 这个 这个法律的角度 角度去 去谈 所以 在这方面 虽然他这个 电子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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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长硬的 这个 方式 来来表达 但是无论如何 我认为代表们 看到就是 他 只是捍卫党的立场 所以也没有 所谓的这个 惩罚他 或者 对他不满 对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看到就是 洛选的 这个 主理主席 陈胜尧 他已经是 那么多届的 这个国会议员 而且 也是党的 这个高层 元老 而且他 他的表现也是 蛮好的 在国会里面的表现 是蛮蛮不错的 也是国会几个 临选委员会的 这个委员 这一次 他的落选 确实让我感到 不是说惊讶 而是感到 有点痛心 我觉得 我觉得行动党的 这个 在选举的时候 是不是忽略了 一部分人的 这种 这个 他的这个 贡献呢 或者是他的作用 你怎么看 这个事情 首先 我刚才说 因为现在的 很多的代表 很超过一般的代表 都是新男员 都是新人 所以可能他们对 比较我们的 元老的领袖的认识 不深 也不深 有可能他们 不深了解 他们的那个 个人 第二就是 我认为 现在因为我们 这一车的 这个改选 有很多的新内空 首先我们 我们的候选人 有六十多个 有六十八位 总共 那么有很多 都是年轻 或者有些新内空 很多是国会议员 他们身也就是国会议员 所以选择性也很多 那么 在选票方面呢 也是分散的 分散的 所以我们 因为 那个位置有限 二十位 所以我不认为 是复裂了 一些元老 也是老的领袖 只是可能是 那个 那个选择性太多 所以有一些 被淘汰 但是我认为 在一个选举的过程 这个是正常的 我认为 我们的 那个 那个 元老的领袖 包括陈生耀 他也是很大方的 接受这个成绩 那么过后 也决定了 为人他进 为人他进 为这个中卫 所以他本身 也在接受 所以我认为 行动老的领袖 包括我们的元老领袖 他们都是 他们都是 很大方的 能够接受 选举的过程 选举的这个结果 那么 其实 其实行动党的 这个发展 是很快 308之前 大概 7万人左右 7万人上下的 这个党员 现在呢 翻了一翻了 来到15万了 那你觉得 这样子的一种 这个党员的成长率 它是 在行动党来讲 它是一个 好的现象呢 还是 这个 投机的现象 比较严重呢 首先我们也 也很难去判断 是好 或者是坏的 一个事情 这个是一个 可以说 the natural process 因为你 你党员增加 当然 这个是 我们每一年 都有新的 每一天 或者每个月 都有新的党员进来 那么成长的 那个过程 是必然的 那么第二 我认为 行动党 其实我们的 这个成长力 在党员的成长力 已经是很慢的 如果你看回其他的政党 其实行动党在党员方面 我们是最小的一个政党 如果你讲主要的政党 我们比您政党的党员 可能来得少 那么马华有一百万党员 武统有三百万党员 武教特教党有一百万党员 我们只有十多万党员 所以这方面 我们其实是 比较慢的 我们的成长力 但是我们人认为 因为行动党一路来 以前在早期七十年代 我们不是以党员 多为主的一个政党 因为我们的实力 都是来自群众 不是来自自己的继承 所以这个过程 我认为 我们必须要去面对 你很难说 是因为一些是投机的 要进来308 的确 308过后 你也有比较多人 有这个信心 赶进来的 包括一些地方 我们在坦伦州政府 才有一些人比较勇敢的加入来 那么肯定的 你看到我们执政的州数 会比较多党员 比较多支部 比如说槟城 水兰儿 之前霹雳州 这三个州是最多 最多支部 最多党员的这个州数 那么反而是 其他我们还没有执政的州数呢 那个成长力就比较慢 所以我认为 这个是正常 如果你担任了执政党 很肯定的 你的吸引力都会比较高 那我知道在华社里面 特别是这个过去马华 马华的基层 你知道都是相当庞大的 那么他们在发展基层的时候 他们用应用了一些这种方式 就是类似带别人注册等等的 他建立了很多这些支部 或者是去知会这样的方式 那这些知会的就来控制 这个中央代表的人数 以控制中央代表的人数 来最终达到一个 这个能够操控选票的 这么一种做法 你觉得这个行动党里面 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情况 或者有什么方式 去做一些制衡呢 首先因为我们的制度 跟其他政党不同 我们的中央代表着来自制度 不得来自区会 那么你看如果看其他的 比如说马华或者武统 他们的中央代表着来自区会 那么你那个区会有多少个党员都好 你的那个中央代表是有限的 有十多个罢了 一个区会十多个 比如说武统有很著名的G7 G6 中央代表是三个 但是你一个区会有三个而已 但是行动党的这个中央代表 我们在我们现在的制度 是完全没有控制的 比如说我们每一个支部 你达到50个党员 你有三个代表 那么你超过超过这个50个 可能就增加 所以不管你 我不管你的那个支部成多少 你的那个中央代表就会增加 所以就会为什么我们从八百多 九百个大中央代表增加到两千多个 就是因为我们的支部增加 所以这方面我们我们的 我们的目前的制度呢 是没有控制那个中央代表的人数的 它是根据那个支部的成长来增加 那你觉得这个 你现在正式的成为这个 行动党全国的这个组织秘书 那你觉得你会从哪个方面来着手 来这个改善这个行动党的这个组织状况 首先我就是在那天就有谈到 第一我们我们现在因为党员多了 支部多了 所以有很多方面我们的那个 支部的管理 我们党内的管理呢 必须要更加的这个系统化 更加的专业 来来来来管理我们的支部 和我们的这个党员 因为因为在每一个组织都好 你肯定如果你人多了 有党员多了 你肯定那个人事的问题呢会增加的 所以你在每一个组织都好 你有人的地方就会肯定有人事问题 所以在政党里面也是一样 那么包括行动党也一样 我们肯定也会面对一些人事的问题 那么在过去我们也不否认 的确有一些地方是有人事的问题 所以有人事的问题是因为主要是 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在组织上 有可能一些制度上不完善 有一些制度上不够明确 那么你造成到很多的误会 党员跟党员的误会 或者党员跟某个领袖 某个这个组领袖 或者组领袖跟领袖的这个矛盾 所以这方面我们就必须要去改善 那么在管理方面呢 我们这个制度方面呢 更加要系统化来来去做 那么就能够减低很多的这个矛盾 减低很多的这个人事的问题 那那你看啊 这这个行动党的这个林氏父子啊 这是林冠银啊林吉祥啊 在党内呢是拥有了比较崇高的 这个威信威望 当选的这个票数呢 也是那么万那么兔的啊 那么呃就是呃 但是在党外啊 很多人呢 对他们有一些一些议论啊 那的确是我这样看到 甚至呃在马来西亚基尼里面呢 或者什么也看到一些这样子的一些 一些的评论 呃你觉得你觉得就是呃 作为作为他们的一个同志来讲啊 你自己怎么来看待呃 这个这两位领袖 行动党的领袖 你你从他们的票数里看到 行动党的这个代表们 我们的这个党员呢 嗯 都是非常尊敬这两位领袖 嗯 嗯 你不能够否定 他的那个贡献 嗯 比如说林吉祥 嗯 他几十年他的坚持 他走过来这个路程 从六十年代到现在已经做了多年了 他一路来在行动党早期的时候 一路到现在 那么你肯定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那种 那种面对国阵打压的那种时代 他已经想要坚持 所以我觉得这个贡献 没有人在行动党会否定他 所以你到了现在 因为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能够保持行动党 我们这个在马来西亚政治的地位 他辟缺他 他在国会的那个领导 他在政治的领导 在明年的那个八年的缺失 都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看行动党两年里面都看到这一点 所以已经给他一个非常大的肯定了 所以他两届从2008年和今年都拿到最高票的一个名称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但对于林冠英 林冠英是因为我认为他也是证明他自己的 他在308领导 领导党 那么有一个好的成绩 过后 那么领导并程是过去五年 都有一个会说是非常肯定的一个好的表现 是 所以党员们 这个我们的代表们也给他一个很高的肯定 但是问题是现在行动党的一些年轻的领袖都冒出来了 对吧 当这些年轻领袖冒出来之后的话 你包括这个林吉祥在内 你包括这个林吉祥在内 就是说他已经不再是行动党的主席了 他也好像现在唯一的一个 一个这个什么 现在唯一的这个 这个就是行动党国会领袖对吧 现在人们就开始觉得行动党是不是也出现了跟公众党类似的情况 就是有一个 精神领袖 不是精神领袖 有一个什么 有实权领袖 对吧 实权领袖 是不是这样一个概念呢 在党内 其实没有说这个概念 第一林吉祥是有选举 通过选举的制度 通过我们党选一面 这个进入我们的这个中委 他不是被委任的 也不是被没有选举的这个情况以下 成为这个国会的这个中委 他的通过选举来进去中委 他们在上个星期天 星期六 这个改选一切也得到最高票 对 但是他在中委里面有没有一个正式的职位呢 在中委里面 他只是普通中委 普通中委 OK 那么他在国会领袖 那个其实是在308过后 我们设立一个位置 或者一个职位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他之前一路来都是国会领袖 国会反正党领袖 因为那么308过后 整个我们的这个政治情况不同了 因为我们也让或者支持这个公正党 成为我们的这个国会反对党领袖 那么安娃进去国会过后呢 安娃就担任这个国会反对党领袖 嗯 所以呃 李吉祥就呃 成为是行动党国会领袖 就是领导我们国会议员 行动党国会议员 嗯 为什么呃 呃 成为这个行动党国会议员呢 国会领袖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经验 他在国会的经验 他在国会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领导 嗯 所以就被选为这个国会领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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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啊 就是呃 外界一直在说 而且不是现在说 在这个呃 行动党代表大会之前 一直在说是呃 呃 其实行动党里面呢 有一些呃 非主流派的人物啊 比如说邓张青了呃 呃 呃 甚至是马六甲的吴梁山了啊 在这这部分人 那么呃 这这些人呢呃 一直呢 就算邓张青他的这个 当选的这个呃 中委的票数也非常的高 但是呢呃 说他没有没有受到这个应有的这个重视 呃 说他跟这个林冠英之间呢 是有一些的呃 隔阂或者是摩擦 呃 这种情况呢呃 不论呃呃 呃呃呃 呃呃 呃承认还是不承认呢 那外界这个看法始终都没有被被打消 好啊 而且呢接下来的话呢 呃呃 呃 就是这个 这一部分人 非主流的这部分人 跟主流的这部分人的配合呢 呃 呃呃 我觉得可能好像也是外界啊 最关注的这个部分 你怎么来看待呃这这个这这一块 首先是否是主流或者非主流 这个是也受外界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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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或者一个嗯 一个谣言 嗯嗯 那么登长金总说呢 他他他他不认为自己是非主流啊 嗯 因为他也是主流派 嗯 因为他一路来都是当选进去的嘛 嗯嗯 当选成为这个中委的嘛 嗯嗯 的确是,他从90年代,我认识他的过后,2004年,2008年,2012年的党选 过去三届的党选,当然都是票数,这个在Top20,最少20个里面进去的中卫 但是你说非主流,这个是一个很难的定义 因为你看,如果说吴成豪,吴良丹,他们都是州主席,一个是罗佛州的州主席,一个是马里加的州主席 那么你怎样说他们是非主流,不在领导层里面,他们都是领导层罗佛州跟马里加的州主席 那么肯定的,在大家合作方面,不管你是外界看到非主流或者主流派 那么大家都是以党的领导层里面,我们一定要合作的 比如说我们跟吴成豪的关系,都是保持非常的良好 因为大家在配合,要主办党的活动,或者我们要带动党的活动,都是要配合 所以我们几乎跟罗佛州,特别是跟罗佛州,过去两三年的配合也是增加了很多 中央跟罗佛州行动党的配合,因为一,罗佛州是成为那些大选一个很重要的州属 那么大家的配合已经增加了很多,因为有很大的空间 大家一起的带动整个行动党的工作 那这一次行动党代表大会之后,我们投入大选的备战 那这一次你看到没有,当行动党代表大会开完之后 吴统的这个宣传机器就在,来评论这个行动党内部的,就是特别是中委里面呢,就是没有一位这个马来同胞被选入中委 那只有一位这个阿里芬芝最后是被委进中委的 这个情况呢,说行动党内部呢,实际上对马来同胞呢,是不是很重视的 你怎么来看待这样子的一种说法 首先那个,我们认为这两位马来同志 一位是阿里芬芝,第二是阿里芬芝,这两位不单单是阿里芬芝 那么第二,的确这个是一个弱点 这个是我们认为每种不足,这个大会每种不足的地方就是我们 没有看到一位马来的这个领袖,成为我们这个中选的这个中委 这个的确是让我们亦是一个失望 那么其实我们领导层方面,一路来我们的这个强调的 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情况,要看到行动党迈入一个多元的这个路途 都是要多元化的 我们希望这个真的整个白镇有不同种族 代表不到不同种族,不单是马来人 我们也希望有一般的这个候选人或者卡拉战的这个领袖被选成为中委 但是你在选举,你不能够逼党员去选择哪一位嘛 对不对,如果我们理解,我们要确保,领导层要确保随随要中选 那么肯定外界也会提名我们不民主啊 这个党内是不民主的,这个党选是假的 你们领导层来做出来的,要确定哪一位能够竞选 所以我们不能够去确定或者去确定哪一位或者怎样的排阵 那么整个结果都是以党代表这个确定出来 那么所以早成到这一次没有马来的这个候选人 或者马来的领袖被当选 的确是这个一个很大的弱点 那么我认为这个是有可能啊 有可能我的猜测有可能是因为独孤安西斯的事情 那么让到有一些呃党员 他们呃有一点心形的问题 嗯嗯 啊心形的问题 但但是按照按照呃之前邓丧欣也曾经讲到的 他说呃其实这个呃行动党中委的选举啊 呃很大程度上看这些中委 刚才你也提到就是他们这个活跃的程度啊 走动的程度还有就是媒体报道的这个程度 那那的确也是这样 那我们我们在媒体上面几乎呃除了东方之外呢 我们没有看到其他的啊马来马来同胞在行动党里面的 担任什么职务的啊或者是出来走动啊 或者是在行动党的任何的一个演讲大会上面 做演讲啊这些都没有看到 嗯所以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呃 因为就是我刚才说的嗯逃动的问题 嗯第二就是呃为什么这一次没有这个马来的领袖被当选 谁从委嗯 第二个程度啊第二个这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平台的问题 嗯因为他们有啊我们是暂时只有了阿雷菲尼哥是上议员 嗯其他都是都是没有国主议员的职位 嗯所以你没有这个国主议员的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职位呢 嗯有可能你的平台比较少 嗯你能够发言的平台你能够代表行动党呃发言的这个平台了 嗯嗯是比较少嗯所以其他马来马来领袖都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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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员嗯 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困境嗯啊为什么有有很多我们的中央代表 嗯也不认识我们的马来领袖嗯所以我认为我本身相信我本身也也也非常的坚持嗯 嗯在来自的大选呃行动党的那个这个这个候选人的排阵呢 嗯嗯必须要多元的嗯啊特别是有一些马来的啊候选人嗯所以我们我们也也必须要派一些马来的候选人去一些啊真正能够赢的选区嗯嗯啊 所以我们可以宣保我们的那个那个那个马来领袖呢嗯可以被当选成为国会议员或者州议员嗯我我我我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呃上一届308呃这个行动党里面有蛮多这种啊国州国州议席的一人打国又打州的对吧嗯嗯那这种如果是在在呃有一些议席都是华人区的议席你这不妨你让呃呃 比较这个能够有有胜胜胜胜胜的这个议席给一个给个马来同胞去去打让他成功的进入这个呃州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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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华人选区 这个是部口扶认的 所以来自大选我们肯定的 我们这个台证第一台证 必须要有多元化 那么也要确保一些马来亚候选人 因为我们印度国会议员 印度国手议员都有很多 那个代表已经有肯定了 那么我们确乏的是 马来亚的国手议员 所以我们希望在来自大选 通过选举的这个过程 那么能够突出我们更多的 这个马来亚领袖 那么希望如果有真的 有马来亚国手议员的诞生 那么肯定你的整个面貌 你整个形象都有不同 那么他们有一个平台 一个明镇年顺的平台 来代表行动党 所以我认为这个会慢慢改善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就是说今天明年三党 就是行动党 伊斯兰党还有这个公众党 这三党在下届大选的时候 整个的这个议席分配已经完成了吗 还是有很多 还在争议之中呢 都还没有 我认为在这个 林冠林在这个代表党会的开幕的时候 也是有看到我们行动党 有要求或者有这个争取 多三个国会议席和 各个州议席 那么就是这三国和州的这个议席呢 还没有谈妥 但是我认为在大部分的选区 其实是保持原状 保持这个state score 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三个战 政党胜了的选区 那么大部分都是保留那个政党去攻打 所以有争议性的选区呢 其实是到不到十八点 OK 不到十八点 那么有几个州数 有一些争议性的 但是也是有很多的州数 已经是完成了 这个过程 也就是定下来的 所以我不否认 这些确实还有一些选区是有争议性 但是这个那个数目呢 不准不多 不到十八点 OK 所以最终 最终它会达到一个共识了 对吧 我认为这个是必须要达到的 不是所谓我们要不要达到 这个是你一定要达到的 如果你不能够达到这个共识 那么肯定呢 你会影响到明年的整个大方向 因为如果 如果蓝业大选 我们出现三角战 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三党的人就在很 虽然是很困难 每一个政党都会坚持自己的利益 就显得自己的上阵的权利 但是我们认为大家都要看到整个大局面 最重要的就是确保哪一个政党 哪一个政党的代表上阵 能够带给明年的胜利 所以如果这个评则来来做出决定呢 我认为我们能够达到一个公司 那如果如果照你看啊 就是说现在明年三个政党 第一我想知道 你个人觉得啊 行动党在这个明年三党中的地位如何 假设假设这个啊 因为我之前也听到林外英讲是啊 行动党支持安华作为这个未来的首相啊 但是假设安华不能够作为未来首相的话 明年三党是不是就没有 没有这种这个合作的一个方向了呢 我也不认为到这个地步了 我不认为到这个地步 因为的确我们过去四年来 四年多了 中三年八 我们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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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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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合作关系 这个阵线会存在的 但是我们先动党一路来的立场都是 我们认为安华是最适合的人选 到今天我们都坚持这个立场 安华是最适合的人选成为我们的首相 如果是明年能够真正 但是我认为我们的这个合作 已经现在是超越安华了 我们一个一个合作 也不能够依靠这种一个人 如果你当然是依靠一个人 这个合作的那个关系 都非常的弱 虽然我们一来面对的问题 都是跟回教党 面对的这个在政策上 比如说在这个回教课题上 有很大的冲突 但是我们如何在继承方面 在继承方面的合作 行动党跟回教党的这个继承 我认为我们都合作得很好 在很多的地方 很多的周术 很多的这个地方上的这个合作 都是非常的好 那么大家的关系也是建立起来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这个合作 会接受下去 在无理我们的一个不同的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看法 OK 那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党代表大会上 有有人提出来 就是说希望 行动党未来的代表大会呢 能够直选自己的这个领导人 就好像公正党那样子 那你作为这个新任的这个组织秘书 你怎么看待这样子的建议 我认为所有的建议 我们都必须要去考虑 都必须要去去探讨 我不能够讲 否定这个这个建议是不好的 因为这情团也是有 也是有真正的这个制度 但是我们要要强调就是说 在每一个制度 在每一个选举的制度 都有它的扩展观 有它的好处 它的长处 也是有它的弱点 那么防的方向呢 以后都要怎样跑 怎样去变 我们都要看情况 都要看整个变化 怎样来处理整个变化 所以针对这个建议 我们肯定我们会深入的这个研究 那么看怎样改善 我们整个组织上的这个改变 在任何一个制度 都有好有坏了 那么你在目前的 这个现有的制度 我们现有的这个制度 所谓英文说的 二层的制度 就是你有两次的这个选 第一次就是 你要先进入中尉 过后你才会来复选 哪一个职位 那么这个产生的一个效果 就是你这个 这批的领导 collective leadership 因为你二选个 你必须要被盘三胜 二选个大部分的人 你才能够成为一个领导人 你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个人主义的一个领袖 那么很明显的就看到 你看到之前这个direct election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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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点 比如说在马华在三年半过后 翁世杰成为这个马华总会长 他的责选 责选的总会长 但是问题就是你下面的人不能不能够跟他合作 那翁世杰好像还不算直选吗 马华这种选举还是中央代表的选举 还不算一个这个党员直选的 所谓的直选就是 选那个智慧 选那个智慧 总会长的两个 你会以为可以给委论 委论所谓候选人直接打 这些这些信选 那么现在行动党没有这个所谓的直选的制度 因为我们都是要进去这个中尉边 你没有你没有这些选出 由中尉里面的人再来选过一次 对我们是复选之度 是两个房子 就是你先进去这个20个 20个里面呢 你复选 所以担任哪一个职位 所以这个产生的效果 就是你collective leadership 因为你能够担任 担任这个最高领袖的 都是consensus 大部分这个中尉的这个支持 才能够担任 不然的话你不能够担任 那个最高的这个职位 所以这个有它的这个好处 那么你刚才说的 那个择选给每一个党员 去选你的领导层 对 这个肯定的 我们也是要要要要去去研究 到底怎样我们能够扩大 我们的这个代表性 让更多的让更多的代表 让更多的党员去确定我们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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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层 但是我认为这个我认为都是必须要 实践或者要要分析的深入的这个这个了解 深入的这个研究 因为你看到公正党面对的这个问题 也是蛮多 虽然这个是在概念上是好 在概念上是好 但是在事情上 在implementation 你能不能够确保一个顺利的这个选择 这个选取的这个过程 那么看到公正党的经验呢 他们面对的那个挑战也是非常蛮大的 但是他们还是算成功了 我的看法 什么 他们还是算成功了 公正党的直选 最终还是算算算比较 他们他们他们有有有有有有经过这个经验 嗯嗯嗯 你看到他们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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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数出来出来选的 嗯啊 也不是算很高 嗯 如果这个 这确这个是一个一个一个进步的一个 一个一个方向 是一个好的方向 对 我们也是必须要承认这个 我们也也必须要去去去研究 嗯嗯 怎样去迈向这个这个方向 嗯嗯嗯 啊 还有一点就是啊 你啊 现在这个行动党也好 明明其他政党也好 都不同程度的是进入了这个啊 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啊 等等的这些 呃 有一些的有一些的实权啊 可能呃 会不会因为这些东西也会出现一些党内的啊 这种啊 呃 一些呃 什么呃 呃 腐败的现象啊 或者是呃 滥用职权的这种现象啊 或者是呃 呃 什么营私舞弊啊 或者是为自己磨砺的这种现象 呃 我比较担心 你看 今天刚刚报纸上也也也爆露说 这个泥私兄弟参与的一个公司在这个呃 投资 然后在吉兰丹 购买一万多亩土地的这这种状况啊 呃 在国阵那个方面呢 也也提出了一些的攻击啊 一些的这个要求他们透明化他们的买地的价钱啊 等等的这些东西 呃 呃 当然 两线制上面呢 人民也开始要关注这些课题了啊 就关注就是说啊 呃 呃 如果有这个过去是在野党 现在要成为执政党 他们呃 呃 内部是不是有连结啊 或者是会发生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啊 所以你怎么来看待这个党内出现的这样子一些的可能性 呃 呃 我们这个这个能够坚持今天的这个地位 保持今天这个政治机位的 都是因为我们反贪污的 这个下了的功夫 对马来西亚的反贪污 或者在议会里面 提出很多这些腐败的事情的贡献 那么肯定我们也是 要确保我们党内的领袖 党内的人 也是必须要坚持这个原则 所以如果有任何 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党内 肯定我们也不会包庇的 肯定我们也要采取行动 但是很多时候 如果有一些是谣言 有一些是要抨击 或者要抹黑一些领袖 如果你没有证据 你要采取行动对一个领袖 只是根据一些谣言 你对那个人也不公平 第二 我们现在是想管反贪污区的 还是国政 还是政府 虽然我们在一些救护署和州政 但是我们中央还是国政 所以如果你说如果我们行动党的人 有一些是有自己是在贪污里面的 有些问题的 肯定了我们可非常肯定的 MACC肯定会进来 因为你是国政 讲管的一个机构 但是无论如何 有一些案件 有一些谣言 讲了很久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MACC有采取任何行动 代表什么呢 代表是没有证据 这些是谎言 这些不是真实 或者如何 我们认为如果这些事情是真实的 真的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的 你认为MACC会放过我们行动党的领袖吗 我觉得我确实不会的 不会 你一个2500块的事情都不要弄到一条人令 那么如果你讲有一些 有一些木材的contract 或者设计很多很多 他的project 肯定的MACC会来对付 那个有关的领袖 所以我们坚持 如果有任何行动党的领袖 有涉及在贪污的事情里面 我们欢迎MACC来调查 我们欢迎任何一个单位来调查 因为我们也是要确保 行动党党类的人 要讲到做到 不要从一个反对党过后 你变成执政党 那么在短期内里面就腐败 那么肯定这个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行动党的这个没有未来的 我们看到其他国家的一些例子 你看到台湾民进党 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你得到一个机会 但是因为他的领袖腐败 那么他就完蛋了 在两天里面 所以行动党这个 在看这方面呢 我们的领袖也是非常的小心 要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也是非常的非常的 发很多的关注在这方面 外比你最近这一两年非常的活跃 你的曝光率也非常的高 那你个人怎么来看待 马来西亚目前的媒体生态 特别是在中文媒体这个方面 中文媒体 那么我认为 第一我们不能够否认 在这个平台方面 在这个空间方面 特别是对反对反的空间 的确都是 你如果讲这个print media 还是中文媒体的空间比较大 你比起英文报 比起这个马来报 你不能够否认 我们中文媒体的那个 那个空间 那个板位 那个自由度 会比较高 比起其他的这个马来报和英文报 无论如何 我认为中文媒体 它还是要保持 那个所谓的这个平衡点 虽然它会可以 它会给反对党的那个板位 它会给我们空间 这个我们不否认 但是无论如何 某个程度上 他们还是比较 要比较 比较 比较小心的处理 他们还是要保持那个平衡 他们确保呢 也不会受到打压 不会受到这个 这个 这个执政长 或者 或者这个对付 所以你看到他们报道方面 我看 都是非常的 非常的 他们最大的小心 也在做很多的平衡的工作 他们确保呢 也不好吓吹到这个 这个 在吵的 这个一些一些的 实力 那除了primedia之外 其他的media 比如说TV radio 这些方面 你的感觉如何 你讲所谓的这个TV 是private TV private station 对 大家都知道 这个第一次 整个媒体的这个 这个 特别是在 在 broadcast media方面 在电视台方面 对 都是由这个media prima来控制 都是由武统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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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来控制 是 所以他们的自由度 能够去到多少 大家都心里有数了 大家都心里有数 好像我刚才说的 虽然在中文媒体 包括电视台 他们的那个空间 会比 我们国语的空间来得大 比如说你看 这个电视的新闻 你在 你看这个电视新闻 网友新闻 网友新闻 有时候还会在 比如说国会的报道 那么我们反对党的 领袖的那个 记者会啊 或者我们的 在里面的演讲 还会有一点点的 这个空间来报道出来 虽然不多 但是还有 但是你好过这个TV Diga的 Puritian Lutama 跟金卡克 比较 比较 完全是没有空间 完全是一面倒的 这个情况 所以 所以整个媒体的空间 还是可以说是非常有限的 OK 好 那非常感谢你 这个YB 你不要想那么多 Tengie 有个问题要问你 我想问一下YB 就 请教您 就 在政治生涯里内 这 未来的五年 您想做些什么呢 Sorry 可以讲多一次吗 就这未来的五年 您想做些什么 未来的五年 对 我的影响 您想 想做什么 你打算做些什么东西 在这未来五年里面 未来五年 第一 我们首先要面对 这个最大的挑战 就是第一次反省去的大选 这个不是未来五年 就是未来三个月 我们要面对的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 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么到底 的确在 在 在我们的这个 立场 方面呢 肯定我们希望能够改造 万代 能够你 能够能够确保这一次 有政党轮替 有这个政府的轮替呢 肯定你未来的五年 会开拓一个新的 一个新的 一个历程 一个历程碑 一个新的面貌 在马来西亚 如果真的我们 在哪些大选能够得到这个委托呢 他们肯定的 我们要带来的改变 非常蛮多的 在扣上的这个改变 在民主空间 在政治的改革 在我们整个政府的这个机构里面的改革 都必须要在这五年里面 我们要趁这个第一次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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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呢 要确保能够做到的 因为你一个新政府上阵 上上台 如果你得到那个人灵的委托 你第一阶不做呢 肯定你 你会先去这个机会 特别在马来西亚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必须要 如果真的得到这个委托 未来的五年 我们要要很很勇敢的 很大胆的去 做出很多的改革 我们刚才说啊 之前说的一些 制度上的改革 必须要在 头五年就要做了 不然的话 你就会去那个机会 可能第二届 那个人民的信心 对我们就有很多 很大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很大的信心 所以未来五年 就是很很很大 程度上呢 都是要看第13届 全国大选的这个 这个选取的结果 如果我们还是 不能够执政 还是保持反对党的 那么重新我们 也是要看过 我们的这个策略上 方面 要怎样去跑下去 要确保 最少那个 这个这个反对党的 实力的 能够制衡过程 所以这个是 程度上 你讲 问我未来五年的 这个这个方向呢 我的答案就是 要看这个 第13届全国大选的 结果 才能够 才能够确定 我们以后五年 未来五年的方向 如何跑 所以 所以还不能够 回答这个 这个问题 好了 要看 一切是要看这个 结果的 这个成绩 是怎么样 我们才能够 才能够 一个一个 一个奥路 一个一个方向 如何确定 未来 未来五年 OK 是 YB 是 你好 那么也是 看田径问了一个问题 之后 我也是要问一个问题了 那么YB 我本身是非常欣赏你了 因为在行动党里面 你就是 去这个 喀巴星之后 是第二个 我看到在行动党里面 是敢对这一个 所谓的 这个回教行事法 这一个 这个课题 是比较敢讲话的 这一个年轻领袖 那么 你是 我是想问的 就是你在 担任了这一个 行动党的 这个组织秘书之后 是否会继续 在这一个 呃 这一个方面 会保持这么强硬的 这一个 比较强硬的 这一个立场吗 还是 还是你会在了 这一个 上了这一个 党领袖之后呢 就会放缓 还是怎么样的 首先我认为 我以为 我以为很多外界 特别是马娃 一路来 一路来讲 我是未 讲话的人 在行动党 不是 捍卫行动党的立场 不是 不是 用强硬的方式 对这个 评设法 因为这个 一路来马娃 特别在最近 那么 有几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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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 上面 他们都说 我是 为行动 这个 为回教堂 讲话 那么 我认为 没有所谓的 这个 这个 做了 这个 这个 主持秘书 我们就会 改变我们的 这个 这个 看法 或者立场 我认为 我们的立场 都是一样 还是保持的 的问题 这个是 我们的 宪法的问题 在马来西亚的 这个 多元种族的 这个 这个特色 你根本 不能够 不适合 这个 成立 这个 这个 行设法的 是 所以这方面 我们 这个表达方面 要很 可以说是要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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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好的方式来表达 那么 让 那么 回教徒 不要误会行动党 是反回教的一个 一个政党 所以这一点 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一路来 我们都 都用这个方式 包括我们去到 回教党的 这个 我们都讲 我们不会赞成 这个护盾 但是 为什么我不赞成 我们要讲出来 但是我们跟 马华的方式不同 是因为马华就是讲到 要恐吓的方式 要看守 干脚 要什么都不能够做 他们用这个方式来 恐吓华士 反而我们不是 我们没有用 这些方式的 那么 我们在 华裔选民 前面 我们也是说 我们不会赞成 回教 这个兴师法 在 马来社区方面 在回教党方面 我们也这样讲 我们的立场 但是我们有 我们的方式来 解释给他们听 为什么我们反对 所以我认为在一个 多元种族 特别是在我们 马来西亚的 多元的 政策情况 你要得到 选民的支持 你要来自 不同的种族 你不能够 依靠 只是一个种族 或者一个 单一的种族 那么今天希望 我们 行动脑希望 也能够超越 华裔选序 我们也能够 超越这个 华裔的支持 我们也希望得到 这个回教党的支持 所以在这个过程 我们的立场 我们的表态的 我们的立场的时候 要非常的 可以说是比较 比较好的方式来表达 是 好的 那谢谢 威宾 谢谢你 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跟我们的听众来分享 这么多的 这个 资讯和经验 好 谢谢你 我们下次再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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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 我们刚才就是 跟这个 外比陆兆福 我们问了他 很多很多的 这些 这些问题 你个人觉得 这个陆兆福的 他所说的 这些东西 你给他打多少分 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领袖 而且是刚刚被位于这个众人 刚才说的一番话 我觉得我会给他八十分 八十分 八十分 对 咱们问问田径 田径 你给这位领袖打多少分 打多少分 我最近在诚实一个问题 就 什么是民主 什么是民主 对 对 我觉得这些 种种的那个说法呢 我觉得必须 必须探讨 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民主制度 到底 到底应该怎样民主 才算民主 这样 所以打多少分 我还不确定 因为对这个课题 还需要去探讨 但你讲到这个民主 你想到了什么呢 你觉得 为什么你对民主 这个概念 忽然间好像 得到什么启示 又好像有些模糊 这种感觉 我听出来 好像是这样 对对对 感觉 就 我们 我国的民主 跟外面 外国的民主 是不一样的 那 我还想民主的话 怎么讲 我国跟外国的民主 不一样呢 我国是 Burk Kabinet Kabinet 有好多都是Kabinet的 对对对 但是里面的 那个制度 我虽然不是很懂 但是我知道 里面有差别 对 差别在哪里呢 好像是选 那个选票方面 跟那个位置的片排 你是讲选区的划分 这个意思吗 对 这个是这个选举制度方面的问题 所以就认为说是马来西亚 是因为选举制度的问题 所以是显得不太民主的 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吗 可能是这个是其中一点 但是也要看到底 到底整个民主 那个片排方式 就是说 比如说 民主的话 这个概念 那个权移方面 就是说 那个权 那个力量 到底是来自人民 还是来自那个领袖 因为我们民族是因为不要autocrate 太过强硬的这一个 对 这个手腕 到底那个两者的 那个两派方面 就是说 人民跟那个领袖方面 就那个 他们的那个 那个权力的衡量点 到底在哪里 到底在哪里 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你费到什么 这个 又全 你说我们 我们人民之间 人民跟领袖之间 现在 现在我们都就是化选区了之后 就去投票了 当然我们西敏制度 跟美国的总统直选的那种制度 有一些不同了 对 技术上是不太一样了 但是 九九归一 他还是说 他 他包含了一些民意在里面 美国的选举 他也包含民意在里面 那我们的这种方式 也包含一些民意在里面 但是我觉得我们 我们是一个选民 你是没有机会去决定 最终决定那个首相是谁 是没有机会 你只不过是决定 对决定你那个选区的 这个国会议员是谁 有一些帮助 那张选票 剩下的话呢 就是帮助不打 我觉得是 虽然是说是帮助不打 但是某种程度上 还是有你的这一个选择权 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觉得纳吉做的不好 那么你有安华可以选 安华做的不好 你有纳吉可以选 那你没有得选 你可以选那个阵营 你可以选 阵营所选出的那一位领袖 但是今天 今天我们 我们往往给这个 这个选民的 未来的一个提示 是说 你 我们不是常这样子讲吗 你到底是选党还是选人 你选党还是选人 有的时候呢 在国政强势的时候呢 他号召人家是选党 你见了天平 你就投票就对了 对吧 但国政有的时候 他弱势的时候呢 他就告诉你 你不能这样子乱投 你要选人 你要看那个人呢 是不是有服务啊 是是 那个人就是对选民好不好啊 对 你来选人 这个刚巧跟这一个 明年最近提出的这一个理念啊 尤其是行动党 他们提出的一个讲法 其实是一样的 而且现在是 明年是比较强盛的时候 尤其是行动党是比较强盛的时候 就选党 就选党 就不选人 选党不选人 可能也是知晓 就是在行动党里面 有一些议员啊 可能是数字就参差不齐的 这个问题出现 所以说我今天 我今天来讲的话 你你未来的选举啊 就只有一个结论是对的 就是选党不选人 你永远都是选党不选人 我我我肯定是这样子 因为我只有选党 我才能够决定 未来国家的方向是什么 对对对 你选人 你是只能决定什么呢 你只能决定你这个选期 谁来给你服务 是 他说OK 你是虽然你把我选上了 但是我这个党没有执政 我也能帮不了你什么忙 是是 你还是要去找那个执政的 那个党的一员 才去帮你 其实再再补充一点啊 这个现象是到近几年来 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选民是趋向于选党不选人 就好像很多小地方的 这些他们的这个人民大议士 或是他们的这个候选人 其实都是大家熟悉的 都是邻居 但是就可能就是 这是我常听到的一个 他们的这个说法 就是说 你是服务非常好 你就是非常优秀的这个候选人 但可惜你是身处在不同的 不对的这个政党 是 就是因为你的政党的背景 你的上面的领导层所做的东西 所以我不能投你一票 所以 已经越来越多人 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了 就讲他们要选党不选人 而如果再回到田征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说 民主这个东西 其实现在的 这个华社我们看到 这个反风是比较强 但是他们并不全然 全部都是民连的 这个始终支持者 他们所坚持的东西 基本上呢 就是一个民主的这个信念 就是今天谁做的好 可以为大部分的这个人民 谋得最好的这个福利的 就是我们要选择的 其实我今天还有很多问题 想要问这个外币的 但是时间也是非常有限 比如说 我本来是想很 这篇幅很比较长 就是说 今天我们看到行动党 看完大会了之后 其实我们有没有看到 行动党给出一个 就是说对未来的 国家治理的方案的 一套的一个solution 一套的解决的方案 经济怎么发展呢 文化教育怎么办呢 其实这些代表大会里面 几乎是完全没有 触及到这些问题 对对 只触及到人事 人事上面的一些 对对 我觉得因为刚好 也是这个选举 他们这个党选举 所以就导致 一些东西失教了 把这个目光焦点都放在 今天是谁入局了 谁出局了 这个有那些老的领袖 又出局了等等 之类的东西 这个这也是这个 华文媒体常常八卦的 一个东西 就是你到了这个 马华开会的时候 我们就八卦马华 是 民政开会的时候 我们就八卦民政 对吧 这次行动党开会呢 我们就八卦一下行动党 是 这几天好多报章 都是就算评论 也是来八卦的 对 八卦 为什么这个 陈胜尧就没选上了 是是 拉马撒咪 又怎么 怎么就是 又怎么又进入了中委 等等的 这些八卦的东西 而且几乎是 这个是每一家 华文报章 都会做的东西 就是每逢有 这一个政党开会的时候 他们一定 把两张照片 放在一起 做比较 一张是开幕的时候 另外一张是 开会的时候的照片 一个就说开会的时候 就人头专动 非这个人群汹涌 那么开会的 到一半的 到下午的阶段的时候 就 以致力少了一半 这样子的 这个 都是他们的焦点 这个 这个是 什么 记者休息了 他们也休息了 也休息了 记者 记者不休息 他们也打足 十二分斤 去开会 这也是 这也是这种情况 不过 这个行动党 那这一次代表大会 刚才这个 陆兆福讲了 从过去九百多人 现在来到了两千多人 来开 而且我们看到 在槟城的那个会场 真的 爆满的 爆满的 这个 这个马华有点 有点 有点 我现在想起来 有点悲 有点悲哀 这是 你看 他选择的这个体育场 比马华的三春礼堂 要来的大 对吧 三春礼堂 据我所了解 可以容纳三千多人 三千多人 那也不算小 也不算小了 这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 就是马华的这个 中文代表有两千多位 那么这个行动党的 当天来的 是否是全部都是 有投票的这个权利的 还是观察员的身份多 但无论如何 两方面的基本上是 我可以说的 就是在这个 开当天的那个声况 是不相伯仲的 都是差不多一样 你有没有觉得 其实我们我们今天 就是跟陆在福的 陆兆福的这个连线 基本上我们的问题 还是相当的客气的 并没有像那么 对待马华领袖 那么那么要求那么严格 有一些的这种 怎么讲 毕竟我们都有把希望 寄托在他们身上 我没 那是你把希望寄托在 我可没把希望寄托在 不过我觉得 陆兆福是一个后起之秀 是 这点 我觉得 的确是这样 是 我觉得两年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还是两年前 还是三年前 三年前吧 三年前之前 因为陆兆福 担任这个社群团团长 之前是尼克敏 对 尼克敏的社群团团长 在那一个时候 也是308 308 刚刚过去的 那一个时候呢 我觉得陆兆福 还没有那么突出 他在行动团里面的地位 也没有那么突出 对吧 那我记得有一年 是在这个 龙雪华堂 开这个什么 华人新年 这个一个 一个团拜的时候 我又见到他 我就跟他聊聊天 但是没想到 我第二次 我再见到他的时候 我们一起在这个 哪里 在芙蓉 一个芙蓉 这个深州大会堂 一场演讲 那时候刚从举巴巴 给踢出来的时候 就是跟他一同台 就一起来个演讲 那个时候 我就发现 哇 不得了 民主行动党 有把一些人弄成人才 这一点 马华应该学一学 是怎么弄的 我举个例子来讲 潘建伟 是不是 潘建伟 308过后 出来 我刚刚见他的时候 他中文也讲不远 那么根本就 就是一句话 讲出来的时候 至少要揭拔两次 然后还找不到词 找不到那个词 还怎么来表达 今天你看潘建伟 一口流利的中文 对吗 陆兆福之前也差不多 也是这个样子 也是中文讲不顺流的 但今天你听见他 你还听得出来吗 马华只有一个人 能够跟他们比 那就是蔡希利 蔡希利 这中文也是相当 就是从二毛子 这样子 对 一个二毛子 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 咱们田径 咱们田径 从一个受中文教育的 对吧 现在快变成个二毛子 你是受中文教育的 对 是吗 现在快变成二毛子了 就是从外国 打个赚回来 打个赚回来 对 在Chinese-lization 好吗 Chinese-lization 海力联台 就可以Chinese-lization Chinese-lization 这是非常好的 对 在针对你刚才所说的东西 的确行动党 在栽培这个新人 尤其是有才干 有报复的年轻人方面 是做得比马化好的 那么当然是 除了是看他们这一个 语言的掌握能力之外 基本上 这些年轻人 他都是一些非常有报复的 的一群 对对对 那么在这一个呢 基本上在马化是 显得有点不足 我认为是在 党的这个文化 你也没有 你也没有给他们机会 你也没有给这些年轻人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吧 你看今天 你看这个张建群 多年轻 是 这个尼克敏 也非常的年轻 是 对吧 立造福也年轻 是 这么年轻的 你就都能够在中回里面 在第一线里面 作为这个 马化 这个 就是年轻的 这个党员呢 我会这么 这么想了 其实基本上是两个党的 这个文化是非常不同的 一样 就是新动党就是 所谓的这一个 劳工的这一个阶级的 这一个 这一个代表草根的 他今天讲 他今天讲的一句话 我非常认同 就是说 你讲连结这个东西 他说他 这是他的卖点 是 这个 我很喜欢听这句话 对 我很喜欢听这句话 今天马华 他没办法这么讲 你说 马华工会 连结是我们的卖点 我们要怎么卖 的确说 说不出口 是 行动党就是代表 这一个草根 劳动阶级的 所以讲这一个连结 是他的卖点 这个是可以的 那么马华是代表的是 一个怎么样的 这个 这个 代表一个老板阶级 老板阶级的 他们是所谓的老板党 是 所以 马华的文化 是做活动的话 要拉拢选民的话 都是宴会 宴会 大型的这个节目 然后 而且要请人唱歌 要请人唱歌 要穿的清凉 也不一定 那个是一个人所好 一个人所好 所以 所以大家走的 这个就不一样 所以你在 马华里面 如果你要挨出头的话 首先 这个 你的本钱要很深厚 是 这个是必定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在马华 有这么多 今天也 我非常直言的说 有很多这个 所谓有报复的年轻人 就这样子被埋没下去 就是因为 遭到这种 残酷的现实 所限制 所以就不能法围 好了 那些我们今天 就是 也谈了不少 关于 关于这个 行动党的这个个题 其实 我们 我们一路来 有些人呢 是这样子 就是说 你千万不要踩 行动党的尾巴 那你要踩 行动党的尾巴的话 这到时候 就是乱 什么 万箭穿心 对不对 今天我觉得 其实没有什么 两心智了 就是要不怕 踩别人的尾巴 是 对吧 对 好了 那今天非常感谢 朋友们 跟我们一起度过了 两个半小时 非常感谢 又全 感谢田静 那你们 问了两个 每人分别问了 他一道比较难答的问题 他一问 就问了人家五年 你知道吗 人生有多三个五年 一问就五年了 对 他五年 外面五年的青春 都被你一句话给消费 你知道吗 好了 再见 我们下个礼拜 不是下个礼拜 明天 明天我们还有节目 明天这时候再见 是 好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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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